第471章 镇魂魔玉与凤凰之眼 林一磊的杀鸡激动怎会感觉不到呢 刚才的碰撞也令他对这位公草勉夏 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暗红色的神火圣王凯从体内浮下出 覆盖住了激动的身体 当那猙獰的面具遮盖住他的面庞时 无与伦比的杀戮气息已经毫不掩饰 从他体内释放而出 那是属于杀神修普洛斯的杀气 这杀神身在火神之剑中 固然会影响到激动的使用 但他的能力也同样会被激动有所借用 如同实质一般的杀气 令激动的气势极其恐怖地提升起来 就连大眼圣火龙也受到了 他气息上的变化 仰天长笑 陈思玄在紧张的观战之中 当激动身上的杀气 毫无保留地爆发出来时 他就明白 激动已经认真起来了 很可能 这将是一场不死不休的战斗 他知道 在回来之前 自己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 林家围了面子 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不只是林百川这家主动手了 就连林一磊这至尊强者 也不顾脸面向激动发动了攻击 静约之士想要善了 已然很难 但是 陈思玄并没有太多地担心 他对激动有着绝对的自信 更何况还有他在 凭借两人的力量 就算是面对眼前这两位 至尊强者的情况下 也有全身而退的能力 激动气质上的变化 也令林一磊的目光 变得凝重起来 两道灵力的目光 迎上了激动身上 散发出的浓烈杀气 与此同时 林一磊一步跨出 浓烈的魔力波动爆发而出 一层黑色的气流 从他身上席卷而出 那是黑色混合着青色的光彩 当这种光芒 一出现在炎武场上时 顿时令炎武场的压抑感 变得更加强烈了 那青黑色的光芒 就像是浓浓的雾气一般 漂浮在半空之中 激动骇然发现 自己原本输出体外 感受着周围一切变化的灵魂之力 竟然被强行挤压回了体内 这种情况 他还是第一次遇到 哪怕是在面对龙皇和地龙之祖时 对方灵魂之力超过了他 也无法将他的灵魂之力压迫回去 更何况 从之前的战斗来看 林一磊的灵魂修为还不如他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魔玉 激动心中瞬间闪过这两个字 同时心中的警惕也变得更深了 不只是灵魂被压制了 就连周围的一切也变得不再清晰 仿佛整个世界 不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林一磊寒声道 没想到吧 你的灵魂之力 是不是已经无法起到作用了 告诉你也无妨 这就是我的魔玉 精神层面的魔玉 名为 震魂 能够死在我的震魂魔玉之中 也是你的荣耀了 在我的震魂魔玉内 不论任何人 哪怕是圣级强者 都要受到影响 一切反应变得迟钝 精神力无法探测周围的一切 就像是失去了六感一般 你现在能够听到我的声音 是我故意让你听到的 你感受不到我的位置 六感被封闭 在至尊强者级别的魔玉之中 我的震魂 乃是最强的几种之一 能让我用出魔玉 你应该感到自豪才对 林一磊的话并不夸张 激动已经明白 他这精神层次上的魔玉 与那些以魔力为主 引动天地之力的魔玉 完全不同 这个震魂魔玉 本身是没有攻击力的 但它的作用 却是屏蔽人的六感 失去了六感 还如何与对方抗衡 除非是立刻冲破这魔玉 否则的话 就只有任人宰割的份 不过 激动也同时判断出 这震魂魔玉 确实是效果惊人 但要施展这种强大的魔玉 林一磊 也绝对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 否则的话 他也不会和自己废话了 早就动手将自己击杀 怎么办 激动的自信 终于有些动摇了 他不怕硬桥硬马的对焊 但这样 失去了一切感知 只能任由对手宰割的情况 却不是他所能把握的了 以林一磊的修为 只要他维持好魔玉之后发动攻击 他那千叶掌足 已让自己和大眼圣火龙受创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间 一股极为熟悉 又有些焦急的气息 侵入激动心中 还没等他做出反应 突然间 眼前漆黑的一切亮了起来 他看到的是一道红色的光芒 激动并不会以为 这道红光是来攻击自己的 因为这道红光 仿佛是从他自己身上 释放而出伺的 看到他 激动不禁大为惊奇 从他自己的感觉 和刚才林一磊的话语 他就明白 在这震魂魔玉之中 一切颜色光芒 都是被完全屏蔽的 怎么会有红光突然升起呢 而这红光升起的地方 似乎是在自己的右手手腕 没等激动多想 那升起的红光 已经快速凝聚成形 竟然是一只红色的眼眸 漂亮的大眼睛 炯炯有神 尽管它完全是由光彩凝聚而成的 但却依旧是那么栩栩如生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就从那红色的眼眸中 一道红光电射而出 成扇面状向前方扩散开去 紧接着 先前那熟悉的感觉 已经与激动融为一体 它失去的感觉 在这红光照射的范围内 竟然完全恢复过来 巨大的红色眼眸飘然而起 落在激动背后 仿佛成为了它的背景似的 下一刻 已经有万道红光激射而出 将这震魂魔玉的黑暗世界 完全照亮 不 这不可能 激动一眼就看到了 站在那里手捏法绝症 不断释放着魔玉的灵一蕾 这一声充满震惊的呼喊 也是从它口中发出的 激动没有去理会它 而是低下头 看向自己右手手腕上 那光滑闪耀的朱雀手镯 充满感情地呼唤着 火 是你吗 伴随着激动的呼唤声 一声嘹亮的凤鸣响起 紧接着 火红色的身影 就那么从激动手腕处的 朱雀手镯之中冲天而起 而先前在激动背后的 红色眼眸也随之升起 就漂浮在它背后 伴随着它的上身上升 扑的一下破碎声响起 所有的黑暗在下一刻 已然全部破碎 的气流消散于空气之中 所有的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而就在天空之中 却多了一只奇异的大鸟 这只大鸟的本体长约5米 一展却足有10米 最为神奇的 是它那托在身后 总长度超过15米的绚丽维羽 它有着肌手 燕翰 蛇颈 鹰爪 鱼尾 龟背 和孔雀鱼 通体羽毛呈现出 黑金双色交加的样子 背上的羽毛 以及头顶 维羽 全部呈现为金色 而腹下的羽毛 包括翅膀的下方 爪子 则都呈现为黑色 它身在空中 从下向上看 能看到的大多是黑色 只有在它翱翔的过程中 才能隐约看到几分金色 是的 是火 十月凤凰火 火在朱雀手镯中 已经沉睡得很久了 它的沉睡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 大眼圣火龙的出现 大眼圣火龙的强大 激发了火心中的傲气 因此 它才不再轻易出现 一直在朱雀手镯内 闭关苦修 激动与它之间的联系 一点也不比大眼圣火龙少 伴随着激动实力的提升 火的修为 也在水涨船高 此时 激动看到它的身体 已经变得如此巨大而美丽 甚至都有些不敢认了 从魔力气息上判断 火也已经提升到了九阶程度 如果说它的母亲 是火凤凰朱雀的话 那么 火就是阴阳双火凤凰 这一次从朱雀手镯中 飞出的它 就像是涅槃重生过一般 连大眼圣火龙 也无法掩盖它所释放的光彩 一声声嘹亮的凤鸣 不断从它口中响起 站在激动背后的大眼圣火龙 也不甘示弱 强有力的九爪猛然登地 已然由空而上 就围绕着十月凤凰火 共同盘旋起来 呈现出一副 龙凤和鸣的瑰丽景象 那巨大的红色眼睛 渐渐从火背后消失了 火那双高傲的眼神 看着下面的灵溢蕾 甚至还带着几分不屑 激动的困惑 火和内心的彷徨 令火从沉睡中清醒 那只红光凝聚而成的眼眸 正是火的天赋技能之一 凤凰之眼 凤凰之眼 也称之为真实之眼 是朱雀一脉的特有天赋技能 能够破解一切迷幻性的精神攻击 看透一切障眼法 如果说灵溢蕾的镇魂魔狱 是激动那圣级灵魂的克星 那么 毫无疑问 火的凤凰之眼 就是灵溢蕾魂魔狱的克星了 这正验证了那句话 天生万物 半赏才回过神来 看着激动的目光又出现了一些变化 双契约同属性魔兽 在大眼圣火龙出现的时候 绝没有人怀疑他不是激动的契约魔兽 先不说一人两龙之间的默契配合 但是他们那一模一样的属性 已经足以证明他们的关系了 极致双火属性的人少见 极致双火属性的魔兽也同样稀有 以激动的特殊属性 能够找到这么一头同样属性的魔兽伙伴 是灵溢蕾最忌惮的地方 天知道 他们成长到更高层次会迸发出怎样的实力 因此 他才决定痛下杀手 务必要将这一人一龙留在这里 可是 此时此刻从激动身上 竟然又出现了一只魔兽 而且看其修为 竟然丝毫不逊色于先前那头双头巨龙 更是拥有着 能够破解自己镇魂魔玉的真实之眼 这是凤凰 变异凤凰 天啊 竟然又是一只和他同属性的魔兽 全场鸦雀无声 看着空中盘旋的龙凤 每个人心中都有着难以置信的感受 直到此刻 哪怕是先前面对林一磊的时候 激动都没有释放出他的阴阳面 可他却挡住了林一磊的攻击 还拥有如此强大的两个魔兽伙伴配合 公草面下林一磊的眼神渐渐变了 刚开始与激动战斗的时候 他并未将激动看成与自己同一级别的对手 只想着 要以最短时间将这个年轻人解决 好挽回家族的颜面 但是 当十月凤凰火出现之后 林一磊才明白 眼前这个年轻人是真的已经有于自己同等抗衡能力的对手了 火的凤凰之眼 完全克制了林一磊的镇魂魔狱 这就令他自身实力被明显削弱 镇魂魔狱本身是一个极其强大的魔狱 在至尊强者这个圈子里 谁都不愿意对上林一磊的这个魔狱 也都很清楚他这魔狱的厉害 但是 这种精神属性的魔狱也有着他的缺点 一个是需要消耗林一磊大量的灵魂之力和魔力 才能释放完成 比普通魔狱释放魔狱时候的消耗要大得多 另一个就是 一旦这镇魂魔狱遇到克星 那么 就真的是一点威力也发挥不出来了 林一磊深吸口气 双手在空中一挥 低喝一声 守护着我 生命的地狱之门 开启吧 刹那间 先前释放镇魂魔狱时 出现过的青黑色 再次从他身上释放出来 但这一次 却不是呈现魔力状的释放 而是将他的身体 完全渲染成了青黑色 就在林一磊面前 出现了一个 足有直径十米的巨大图形 那个图形看上去十分奇异 上面有着无数法阵的符号 看到这个巨大的阵法 激动 甚至能够从中找到一些 属于五行法阵的痕迹 而且 从这阵法中释放出的魔力 是极为怪异的 怪异的令他 也有些难以辨别 就在下一刻 大地猛然颤抖了一下 整座东木城都轻微地震战了 那直径十米的黑色法阵 在剧烈的波动之中 竟然从中心的位置 钻出来一根小树苗 这小树苗 完全呈现为黑色 刚一破土而出 立刻就迅速地生长起来 几乎是转眼之间 就变成了一株 高达三十米的参天巨树 这株巨树通体黑色 只有叶子是青色的 但那一片片叶子上的经脉 也同样是黑色 浓烈的魔力波动 混合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惧 快速散发而出 这株诡异的巨树 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它所有的枝条 都特别修长 从参天巨树之上 下垂到地面上 甚至还在地面处 向周围蔓延开来 第472章 植物类顶级魔兽 地狱魔术 这是什么 激动的目光有些呆滞了 甚至从茅台 五粮叶和火的灵魂之中 它还感受到了一份战力 难道说 以它们的修为 竟然还要对这种怪异的大树 有所借据吗 激动突然明白了 林一磊刚才所说的 并不全是大话 如果这株巨树 有着能让大眼圣火龙 和十月凤凰 都要为之借据的力量 那么 再加上它的镇魂魔狱 它确实有能力战胜 激动已知的任何一位 至尊强者了 同时他也明白 今天自己要面对的 恐怕是有史以来 最艰难的一次挑战 林一磊上前一步 腾身而起 整个人已经飘然落在 那株黑色的巨树之上 一根格外粗壮的枝条 悄然出现在它脚下 将它的身体托起 看到这一幕 激动突然明白了 亥然道 这是你的魔兽 植物系魔兽 林一磊淡淡地道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你说的是对的 这就是我的伙伴 来自地狱的植物系魔兽 地狱魔术 就连我的镇魂领域 也是在它的引发下 才能拥有的力量 它不但是石阶 而且是木 黑暗双属性石阶 附带有地狱石阶的 黑暗气息 我将它称之为 当时最强大的魔兽 应该也不算错了 可惜 我的力量还不能让它 完全成长起来 否则 它早就已经突破到圣级 小子 我承认 你很强 现在我也不需要掩饰什么了 今天 我没打算让你 再有离开这里的机会 包括你这两只魔兽 也是如此 激动看着林一磊 目光渐渐凝固起来 地狱魔术 果然是神奇的魔兽 这也是我见过的 第一只植物系魔兽 公草勉下 你确实是我见过 最强大的至尊强者 但是 想要杀我 你也必定要付出 足够的代价才行 战场上风云变幻 但到了眼前这个程度 就算是皇帝陈小枫 都不敢开口去阻止了 就算是他 也是第一次看到 林一磊施展出 这地狱魔术的样子 那恐怖的气息 甚至令他连接近的心思 都没有 林家几人 此时都恭敬地站在远处 唯有林一磊的妻子 太聪勉下 林青还站在战圈附近 从始至终 他的目光 只是在火出现的那一刻 发生了些细微的变化 除此之外 一直都是那么淡漠的平静 仿佛正处于战斗之中的 并不是自己的丈夫似的 神火圣王凯附体 凤舞龙蛇变释放 激动背后双翼缓缓张开 两大君王的虚相 也随着他魔力的全面绽放 逐渐出现在他背后 一黑一白 两股气流在他头顶上方 交缠凝聚 到了这个时候 他已经不再有任何保留了 激动的阴阳免 终于第一次呈现在了眼前 东木帝国这些强者们面前 一贯 两贯 三贯 七贯 八 八贯 尽管绝大多数人 都已经猜到激动的实力 可是 真正在他头顶上 看到整整八贯的时候 每个人心中 还是都充满了强烈的震撼 这个年轻人 才只有二十几岁啊 就已经达到了八贯程度 本身更是拥有着 极致双火属性 要是再给他二 三十年的时间 他会成长到怎样的程度 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陈小枫现在已经明白 为什么林一磊会不顾身份的出手了 他就是 要将这个年轻人 扼杀在摇篮之中 以免影响林家的声威啊 这可让自己怎么办才好 难道说 真的要在不久的将来 承受来自中土帝国 和四大制尊强者的怒火吗 没错 激动的修为 已经提升到了八贯 这一点 是他在那一夜 雷雨交加过后发现的 那一晚 他虽然已经猜到了许多 可他却宁愿让自己 相信陈思玄的解释 但是 也正是那一夜 令他顺利地突破了器官瓶颈 进入到了第八贯境界之中 激动和其他模式修炼不一样 在修炼早期 他承受了几乎所有模式 无法想象的痛苦 等到他真的走入正轨之后 在突破任何瓶颈的时候 都要比其他模式容易得多 极致双火属性的强大 也一直都在几何倍数地提升着 激动有底气 面对至尊强者 也正是因为 他的修为终于已经突破了八贯 突破八贯 对于他来说 意味着很多事 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魔域 拥有更强的魔力 同时 也让他真的有了 在短时间内 压制杀神修普洛斯灵魂反噬 能够暂时使用杀神之剑的能力 在如此情况下 激动深信 自己的修为 绝不逊色于任何一位至尊强者 面对公草免下林一磊的杀鸡 激动不但没有怯懦 反而充满了自信和期待 这一战 是他进入八贯境界后 真正遭遇困境的一战 就像当初与三足精巫医战时那样 但也只有这样的战斗 才能将他自身的每一分潜力 都压榨出来 激动渴望更加强大的实力 因为他在未来所要面对的 是那黑暗大陆上的顶级强者 以他现在的修为 还远远不够 所以 他渴望变强 就要不断地挑战强者 之前 他没想到 自己会在这边遇到如此麻烦的时候 知道自己 修为进入八贯以后 他将目标定在了龙皇身上 虽然依旧会不敌 但他渴望回去以后 在龙皇身上 见识到更强的实力 至少自己应该 能够支持得更久 此时面对公草免下林一磊 不论是林一磊的千叶掌 镇魂魔狱 还是眼前的地狱魔术 都让他对魔师的能力 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面对这样的对手 对他的修为提升 只会有好处 地狱魔术 不但无法降低他的信心 反而令激动心中战役 更是前所未有的升腾起来 隐藏在神火圣王凯面具后的双眸 更是光芒闪烁 充满了强烈的战斗欲望 浓烈的魔力波动在体内徘徊 激动整个人都进入了一种忘我的状态 在他眼中 就只有敌人 圣极灵魂之力 完全释放开来 无形地笼罩住了对手 哪怕是那地狱魔术 每一根枝条的轻微律动 都无法逃出他的侦察掌控 激动老师 一定要小心 这地狱魔术 恐怕有着极其强大的腐蚀能力 你要尽可能用阳火来对付他才行 因为极致阳火中会附带一些光明气息 再加上火对木有一定的克制作用 陈思玄的声音在激动心中响起 他的声音很稳定 在这种时候 反而没有半分焦急的感觉 因为他绝不能让自己的情绪影响到激动 此时 他本人也正在信心十足地看着激动 激动突破到八贯他 当然是知道的 因为在这家伙突破的那一刻 他们正是不知道 第多少次攀上巅峰的时候 也是陈思玄体力透支最厉害的时候 如果不是他毫无保留地 用自己纯净的极致影目魔力 适时为他补充体力 促进魔力变化 他想要一蹴而就突破八贯 根本就不可能 也正是因为如此 那一夜之后 他依旧生龙火虎 而他却疲倦至今 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一道道漆黑的枝条 突然动了起来 带着那青黑色的叶片 瞬间爆起 席卷而出 就像是无数道黑色的暗影 四散纷飞 看似无序 但却封死了激动所有可以闪躲的路线 就连盘旋在激动身后的大眼圣火龙和十月凤凰 也没有放过 这纸条真正的长度 似乎是无法估量的 在他们射出的时候 近似没有镜头的蔓延过去 龙玉的黑暗气息 给人一种情绪低沉的影响 那并不是精神力量 而是纯粹黑暗属性 影响着人心 也变得黑暗起来似的 强烈的魔力波动 在空气中不断变换 一上来 地狱魔术就发动了全方位攻击 而就在地狱魔术展开攻击的同时 先前还站在枝头的公草面下 灵一蕾却消失了 就像是融入了树身似的 完全不见 激动甚至连他的气息 都已经寻觅不到 后退 这是激动的第一个选择 背后双翼猛然拍打 身体如同箭矢般倒射而出 而大眼圣火龙和十月凤凰 却在激动的提醒下 全面爆发了 五粮叶闭嘴 茅台全力输出 与火一起 从口中喷吐出大片的惊艳 铺天盖地的金色火焰 就像是一堵墙壁式的澎湃爆发 转眼间 已经蔓延在他们面前的每一个角落 封死了地狱魔术前进的方向 下一刻 激动他们就见识到了 地狱魔术的强悍程度 极致阳火的温度何等之高 但是 当地狱魔术射入这大片的极致阳火后 竟然只是略微有些颤抖而已 却依旧朝着大眼圣火龙 和十月凤凰的身体 缠绕而去 更加诡异的是 激动那暴退的身形 如同一张笼罩天地大网 瞬间朝着激动的身体收紧 最令激动骇然的是 就在这张大网收紧的同时 灵一蕾出现了 他出现的地方 竟然就是激动面前 一掌直接朝着激动当胸硬来 璀璨的清光瞬间爆发 他竟然在这一掌拍出之前 就已经运用出了千叶掌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 电光火势之间发生的 激动高速运转的大脑 立刻就明白过来 这地狱魔术 不但有着极其强大的实力 而且与灵一蕾本身 融合在一起后 对灵一蕾有着极强的增幅作用 这才能让他在短时间内 就发出千叶掌这样的攻击 而他之所以能够 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 那么就只有一个解释 他之前真的是 与这地狱魔术融合在一起了 唯有如此解释 才能说明 他的气息 为什么能够被完全掩饰 此时 激动身体周围 全都是地狱魔术的枝条 完全限制了他 所有闪避的路线 那浓郁的黑暗气息 更是全面影响着他 带给他各种负面情绪 这地狱魔术 竟像是有高等智慧的 因为激动所拥有的是 极致双火 他竟然没有释放出 自己的木属性 而完全是用黑暗属性 来影响激动 与灵一蕾配合的 可以说是妙道颠嚎 哼 一声冷哼从激动口中发出 紧接着 激动的身体 如同虚幻一般 就在这狭小的范围内 闪动了一下 令灵一蕾之前 就曾经无奈过一次的情况 再次出现了 激动这小范围的一下闪动 正好避过了 他这一掌气势最强盛的巅峰 虽然依旧不可能闪躲 但至少 也令他的攻击威力 会因此而削弱一成 甚至更多 下一刻 激动的右手 已经正面迎了上来 没有任何花哨的迎了上来 而也就在这一刻 灵一蕾看到的 是一只红色的拳头 充满炽热的红色拳头 与此同时 激动背后双翼同时外放 双翼上的每一片羽毛 根根树立 猛然拍打之中 一圈乳白色的光运 从他那双翼之上 挥荡而出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那些接近到激动背后 并且被他双翼 碰触到的地狱魔术之条 竟然毫无预兆地燃烧起来 剧烈的燃烧 甚至令他们痛苦地颤抖着 飞快地散开 没能接触到激动的身体 而也就在这时 激动的右拳 已经与灵一蕾的千叶掌 碰撞到了一起 没有强烈的轰鸣 却有一声如同烧红了的钢铁 突然被冷水浇上的撕拉声 激动闷哼一声 整个人倒飞而出 他的魔力毕竟还逊色很多 但是 灵一蕾也并不好受 脸色瞬间就变得苍白了 派出的右手闪电般回收 在他的掌心之中 已经多了一个烧红了的烙印 整条手臂都在剧烈地颤抖着 体内魔力全面输出 甚至要调动地狱魔术的魔力 才能勉强抵御住那 突然爆发 而且极其恐怖入侵的魔力 尽管如此 他的整条右臂 都已经暂时失去了知觉 这是什么力量 这小子 灵一蕾是充满惊骇的 原本他以为 在自己配合上地狱魔术之后 一瞬间就能将激动解决 可是 这一下交锋之后 他却发现 吃亏的竟然是自己 这怎么可能 混沌 他刚才挡住地狱魔术的 似乎是混沌之力 第473章 激动 第8罐 魔狱 就在激动解决了问题的同时 地狱魔术 也已经再次剧烈地颤抖起来 这一次 是他那庞大的30米主干在颤抖 天空之中 龙凤和鸣之声响彻 整个天空 此时都已经变成了一片 黑与白盘绕的世界 正是太极魔狱 但是 这一次 却已经不是大眼圣火龙 释放的太极魔狱 而是由他们 和火一同释放的 龙凤和鸣 太极魔狱的释放 并不是去限制对手 而是形成了一个攻击技能式的 恐怖的阴阳双火 在这太极魔狱中 产生出前所未有的强大绞杀之力 地狱魔术确实强大 但是 当他的纸条 进入到这个 由大眼圣火龙 和十约凤凰部下的融合魔狱后 每一根坚韧的枝条 都在寝刻间化为积粉 激动的身体 在空中足足暴退几百米 才稳定住身形 他此时绝不好受 要不是有藤蛇化粒术护体 刚才这一击 千叶掌他就要受重创了 毫无疑问 刚才那迎上去的一拳 附带的是火神之剑的效果 凭借火神之剑的穿透力 灭神机在对方体内的爆发力 在灵一蕾不了解 他能力的情况下 直接废掉了灵一蕾的右臂 至少在今天这场战争中 灵一蕾是别想 再使用这条手臂了 激动最喜欢的 不就是近身战斗吗 可惜的是 当时在攻出这一拳的时候 激动为了不让地狱魔术的枝条 落在自己身上 不得已用混沌之火注入双翼 下退了地狱魔术的枝条 从而没能全力以赴 用在那一拳之上 否则的话 攻草面下受到的创伤 必定会更大一些 修炼到了第五重境界的灭神机 又岂是那么容易对抗的 激动的双眼之中 迸发出滔天战役 刚才这一击碰撞 已经令他的战役 杀意全部点燃 浓烈的黑 白双色光芒 同时从他背后升腾而起 紧接着 在他背后出现的两大君王虚影 突然重叠在了一起 一层黑白双色光芒 毫无保留地 从他体内释放出来 从外面 再也看不到他的身体了 这团黑白双色光芒 在下一刻 已经完全融入到了 龙凤和鸣的太极魔芋之中 没错 正是魔芋三重奏 完全相同的三个魔芋 融合在了一起 这也是激动有史以来 第一次施展属于他自己的魔芋 更是和大眼圣火龙 十月凤凰完全融合在了一起 天上地下 似乎只有这简单的黑与白 龙凤和鸣的声音 变得更加嘹亮了 地狱魔术所有试图发动的攻击 全部被阻挡在 这三维一体的太极魔芋之外 就算他是双属性植物系魔兽 更是来自于地狱 可此时此刻 也完全无法与眼前这 如此强大的气息相抗衡 林依蕾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 他只能不停地 将自己的力量 与地狱魔术融合在一起 地狱魔术上面的每一片叶子 都亮了起来 迸发出强烈的青色光芒 他知道 接下来这一击的碰撞 绝不会轻松 很可能就是自己 与激动决一胜负的关键所在了 地狱魔术庞大的身体 不断地晃动起来 一层层黑色的气息 不断从他身上释放而出 与那变得青壁色的叶子 融合在一起 嗡的一声清响 所有树叶全部席卷而起 在空中汇聚成一股 蹭蹭叠加 凝聚成一柄翡翠长剑般的形态 而那从他体内释放出的黑色光芒 就那么与这柄碧绿的长剑 融合在了一起 就像是长剑上 释放出的黑色光芒 令人感到奇异的是 这柄剑居然在不断地缩小着 而灵异蕾的脸色 也变得越来越凝重 这看上去不起眼的一剑 不但集中了 他和地狱魔术全部的魔力 更是以千叶掌的方式 进行了强力压缩 在这种情况下 面对任何对手 他心中都有绝对的信心啊 他要避其功于一翼 将激动完全灭杀 天空中 激动的身影终于再次出现了 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 大眼圣火龙与十约凤凰 已经盘旋在一起 凝固于半空之中 组成了一个完美的太极图 就像是激动身后的背景一样 那浓烈的黑白双色光芒 全面注入到激动体内 所有的增幅 都在这一刻提升到了顶点 而激动的身体 却不再是黑白色 而是血红 前所未有的艳丽红色 双手合窝在头顶上方 一柄长约四尺的血红色长剑 就那么出现在他的掌握之中 没有魔力波动 从他身上释放出来 有的 只是那无边无际的杀气 甚至还有着强烈的怨念 这就是火神之剑 杀神修普洛斯之后的火神之剑 真正的神器 属于极致双火 拥有者的神器 原本信心十足的林依蕾 在看到火神之剑的那一刻 他的脸色变了 他的信心也在同时动摇了 他第一次感觉到 这一战的结果 有可能是自己战败 神器 站在战场边缘 始终平静地注视着战场的太冲面下 林青终于在来到这里后第一次开口 用肯定的语气 说出了这两个字 神器 当然是神器 真正一级神底的神器 红与绿 这两种对比极其强烈的颜色 就那么在空中碰撞了 激动的身影 与那散发着黑色光芒的 碧绿色长剑碰撞在一起 下一刻 整个天地似乎都暗淡了下来 诡异的是 没有半分魔力 从那碰撞的中心点 外溢而出 波及到周围 只有真正的强者才明白 这代表着什么 这代表着 对战之中的双方 都不愿意浪费半分魔力 而是将这些魔力 完全作用于战斗之中了 唯有这样 才能将全力给予对手 嗡 天地的昏暗在下一刻消失 这一切来得很快 但消失的也同样快速 仿佛只是上天与人间开了个玩笑 突然飘过一片乌云似的 激动的身体凝固在天空之中 就像是镶嵌在那里似的 他的身体 还保持着先前攻击时的动作 双手下劈 但是 他手中的火神之剑此刻 却已经消失了 全身上下 都弥漫着一层青黑色的光芒 不断地波动着 不只是他 就连他身后不远处的 大眼圣火龙 和十月凤凰火的身体 也都停顿了下来 身上同样被青黑色的光芒所包覆 谁也不知道 激动的情况如何 而他的对手 攻草面下灵一蕾现在的样子 却更要惨烈得多了 地狱魔术 整整有半截消失了 完全化为了飞灰 那么多的枝条 藤蔓 足足消失了三分之二 漆黑的树干上 到处都是破碎的横截面 每一处上面 都有着灼烧的痕迹 甚至还释放着淡淡的红光 林一蕾的身体 就蹲在地狱魔术的顶端 之前他的右臂 已经被激动暂时废掉了 但这一次 他的左臂 却已经是完全消失 胸口处 更是留下了一道 闪烁着淡淡红光的痕迹 一蕾 灵青堤喝一声 下一刻 他的身体 就已经出现在了地狱魔术之上 抱住了自己的丈夫 而另一边 陈思玄也不甘落后 搂住激动的身体倒飞而出 远远地落了开去 陈思玄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激动此时正在全面 与诸如体内的黑暗 目霜属性抗争 而他的脸色也是苍白如指 在场中人之中 能够完全明白 刚才那一击碰撞的 就只有陈思玄和泰冲缅下 灵青两个人 而当他们发现的时候 再想阻止 却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 那是一个顶级超臂杀技 与一个高级超臂杀技之间的碰撞 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 就算是圣级强者 也不可能轻易插入其中 是的 激动借助了大眼圣火龙 和石约凤凰的力量 那一击火神之剑 他已经完全爆发出了 顶级超臂杀技的实力 比起当初那完整版的 大优艳兵更胜一筹 神器的力量 第一次从他手中 展现出了一点边角 这一战 是激动胜了 围绕在激动 大眼圣火龙 和石约凤凰身上的 青黑色光芒逐渐退去 哇的一声 激动喷出一大口鲜血 那鲜血 竟然也是青黑色的 落在地上 整个地面 都被腐蚀出一个大洞 而大眼圣火龙 和石约凤凰的样子 也明显尾顿了许多 可不论怎么说 他们此时的样子 也要比地狱魔术好得多了 至少还是完整的 哇 激动又是一口鲜血喷出 如此这般 接连喷出四 五口鲜血 从他口中喷出的血液 才重新变成红色 在陈思玄的辅助下 缓缓站稳身形 脸色一片苍白 就像他那一头白发似的 这一战虽然奋出了胜负 但双方却是两败俱伤 地狱魔术 不愧是顶尖的石阶魔兽 激动清楚地感觉到 他就算是和天干神兽相比 也绝不逊色 更何况 还要加上一位96级的至尊强者了 如果不是自己的 极致双火相辅相成 又有茅台 五粮液和火辅助 再加上神器火神之剑的增幅 那么 他是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战胜林一蕾的 激动身受重创 但林一蕾却伤得更重 此时 他的身体完全软倒在 妻子怀中 鲜血不断从嘴角处流淌而出 血液直接在空气中蒸发 就像是点燃了一般 从他胸腹之间 那一道红色的伤口处 更是不断有血液喷洒 生命气息 正在急速流逝着 激动受的是重伤 而林一蕾承受的 却是致命之伤了 一蕾 你要振作一点 太冲勉下 林一蕾的脸色 终于不能再导致平静了 晶莹的极致乙目魔力 不断涌入丈夫体内 他能清楚地感觉到 丈夫的五脏六腑 都在剧烈地燃烧着 很多地方都承受了 强烈的破坏 林一蕾此时 已经只有静的气 而没有出的气了 林一蕾左手在空中虚化 在他手掌前 顿时出现了一个虚幻的光彩 下一刻 他探手其中 取出了一个令激动和陈思玄 都十分熟悉的小瓶子 或者说是小葫芦 打开葫芦盖 他毫不犹豫地 将其中全部的青色液体 都侵入了林一蕾口中 然后抱着他的身体 腾身而起 落在林百川夫妇面前 看好你们爷爷 林青淡淡地说道 他将林一蕾的身体 递给林百川 林百川接住爷爷的身体后 才完全明白 爷爷此时的状态有多么差 完全只是吊住一口气 幸亏是林青刚刚给他喝下的 那一整瓶生命之源 才勉强吊住他的生命 护住内脏 不再被继续清洗 可惜 林青所拥有的生命之源 只是最普通的那种 完全无法和激动的 千年生命之源相比 他也知道 想要救下丈夫的命 必须要找到千年以上的 生命之源才行 但是 现在这个时候 还不是去做这些的时候 有那一瓶生命之源 再加上丈夫本身的 目属性魔力 和自己的乙目魔力 起码可以保住一年不死 有一年的时间 去寻找生命之源 也足够了 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给丈夫报仇 转过身 林青目光冷冷地 看向激动这边 而言武场中央 被毁灭了一半的地狱魔术 还停留在那里 看上去不知道 是否已经死了 所以还依旧在那里 激动在陈思玄的搀扶下 勉强站稳身形 他现在身体 也是极其痛苦的 但在这种两败俱伤的情况下 就看出身体抗击打能力强的好处了 凭借着藤蛇变 朱雀变融合而成的 凤五龙蛇变 他的身体坚实程度 远非普通人所能比拟 尽管依旧受了重伤 但身体的自我协调能力 和愈合能力 足以令他此时 依旧站置身体 同时 体内的机能 也正在全力排除残余的敌对魔力 尤其是那充满腐蚀性的 黑暗魔力 其实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 魔力消耗过大 不只是他 大眼圣火龙和十月凤凰的魔力 也同样消耗巨大 发出顶级超臂杀技 这种圣级强者才能动用的力量 他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 体内魔力剩余不足两成 两大魔兽的魔力剩余 也不过只有三成左右了 第474章 98集的太宠勉下 激动能够击败林一磊这样综合实力 恐怕还要在阴朝阳之上的强者 他能只付出这么小的代价 已经是殊为不义了 看着林青一步步朝着自己的方向走过来 激动的心渐渐变冷 他完全判断不出 林青的实力究竟如何 但是 在先前他与林一磊战斗的时候 却能清楚地感觉到 站在场地边的林青 对他同样产生着巨大的威胁 最后两人碰撞的时候 以他那顶级超臂杀技的攻击力 原本是可以一击将林一磊击杀的 可就在那时候 从林青身上 迸发出一股令他畏惧的力量 攻击中略有恍惚 这才没能完全击杀林一磊 很可能 这位太冲缅下的修为 一点也不会逊色于先前的公草缅下 而此时的激动 却已经是强弩之末 他现在只是希望 林青不要像林一磊那样 也拥有着那么奇特的魔兽伙伴和魔狱 体内魔力飞速运转 激动挂在胸口处的生命之合症 释放着庞大的生命气息 帮他治疗着体内受损的经脉 先前他喷出的那几口鲜血 不只是为了疏通欲结的经脉 同时也将林一磊注入他体内的魔力 尽可能喷了出来 这才好受了许多 有生命之合的辅助 激动暗自计算 想要治愈伤势 最多需要三个时辰 想要恢复魔力 最多再需要一个时辰 也就是说 只要给他四个时辰的时间 他就又能恢复到最佳状态了 但是 眼前这位太冲缅下 会给他这样的机会吗 逃走吗 激动不是没有想过 但是 现在不论是大眼圣火龙 还是十月凤凰 状态都不佳 他们的速度根本无法达到 能够从一位至尊强者面前逃走的程度 要知道 至尊强者本身就是能够飞行的 长距离肯定不如魔兽 但在短距离的爆发上 速度却不是魔兽能够比拟的 除非是激动肯 狠心让大眼圣火龙 和十月凤凰其中之一留下来断后 可是 他又怎么能这么做呢 在短时间内 他心中就已经对眼前形势 做出了种种判断 激动发现 自己几乎没有任何再获胜的可能 激动脸上流露出一丝浓烈的魔力波动 在这种时候 他依旧能够将自己的魔力提具起来 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 该面对的 还是要去面对 刚才他与林一蕾的一战 可以说是收获良多 激动很清楚 如果不是因为自己有两大魔兽的帮助 是根本无法战胜林一蕾的 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度过眼前的难关 激动 让我来吧 就在激动勉强催动魔力的时候 身后那温柔的声音 却已悄然响起 身形一转 陈思玄已经挡在了激动面前 他的目光凭劲而坚决 他的左手之中 还怀抱着那枚雪白的龙蛋 丝洞 淡淡的金光 从丝洞身上释放出来 演映着陈思玄那绝色容颜 更加高贵动人 思玄 你疯了 林千鱼忍不住喝道 他是真的喜欢陈思玄 此时眼看陈思玄要面对自己的曾祖母 一时间不经心中大忌 住口 林百川一巴掌将儿子抽了一个跟头 祖父 祖母 都已经为了这件事出手了 哪有他们说话的份 尤其是祖父已经伤得如此之重 祖母的心情可想而知 在这个时候还多嘴 不是自己找死吗 林家与激动的仇 已经到了不死不休的程度 而陈思玄选择了他 自然也就站在了林家的对立面 林清一步步朝着激动的方向走去 怎么 你也想要感受一下挑战之尊强者的感觉吗 林清淡淡地说道 陈思玄目光平静地注视着林清 对不起 太冲冕下 金约之事 本来就是因我而起 是我要退婚 只是 我没想到 这退婚的风波竟然会闹得如此之大 甚至还引来了两位冕下 为了此事而出手 林家 好一个林家 看来 太冲冕下 是要将这车轮战继续下去了 我只是要告诉你 激动并不是一个人 哪怕这是在东木帝国的皇宫之中 他身边也还有我 我知道你现在很想杀了他 不过 在这之前 你要先杀了我才行 思玄 你给我住口 还不赶快回来 陈晓峰怒何出声 他现在心中 已经是极其后悔 眼看着激动最后竟然击败了林一蕾 他对自己之前处理这件事的方法 实在是郁闷万分 早知道这个年轻人竟然如此强大 自己也就不该那样对待 可是 眼前的情况来看 林家还有一位实力完整的太冲冕下 而激动却已经是身受重创 这种情况 他这个皇帝 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了 至尊强者这个级别的战斗 绝不是官方所能控制的 他是皇帝 也不行 陈思玄没有去看自己的父亲 因为他能清楚地感觉到 面前的林卿带给自己多大的压力 他的目光凭近而沉稳 丝毫没有动摇 来到这个世界后 他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战斗过 看来 今天是要破例的时候了 就像他刚刚所说的那样 只要他还活着 就不会允许任何人伤害到激动 终究 他也没有回应父亲的话 碧绿色的光彩 从脚下席卷上 如同叶片翻转一般 转眼间已经覆盖全身 正是那一幕神器 永恒之铠 如同水波一般的绿光 在永恒之铠上荡漾着 现在的永恒之铠 不但已经完全恢复了力量 更是因为当初生命之河的支持 和陈思玄修为的提升 能够发挥出 更加强大的威力了 站在陈思玄背后的激动 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快速地后退几步 在战场边缘坐了下来 大眼圣火龙和十月凤凰 也落在了他身边 将他保护在中央 激动盘膝坐好 体内魔力 已经高速运转起来 一边全力治疗伤势 一边恢复魔力 想要帮助思玄 度过眼前这一劫难 就必须要尽快 恢复实力才行 大眼圣火龙 抬起一只龙爪 一道道光芒 不断从他那龙爪上 闪亮起来 竟是一枚枚魔兽的金盒 全都是火属性的 他一边自己吃着 一边丢给十月凤凰几枚 这都是茅台和五良叶 在龙骨之中获得的战利品 他们那一场场战斗 可不是白打的 任何一个龙族 都有着极为丰富的收藏 他们虽然说不上洗劫 但赢点踩头 还是可以的 这也是为什么那些十阶巨龙 那么郁闷的原因之一了 有这些金盒的帮助 他们的恢复速度 比激动还要快一些 对于激动此时所做的一切 灵亲看得都很清楚 这位太冲缅下的表情 只能用面罩含霜来形容 可就算如此 在他心中 也不得不承认 激动出色的实战能力 可以说 除了陈思玄之外 他是孤立无援的 他此时这么做 就是不想浪费一点时间 尽快恢复自己的魔力 同时 他这么做 也展现出了 对陈思玄的绝对信任 以及绝对放心 永恒之楷 守护生命女神的神器 公主殿下 你以为 凭借着神器你就能挡住老身了吗 灵亲淡淡地说道 陈思玄微微一笑 能否挡得住 并不是前辈说了算的 之前公曹面下 恐怕也没想过 会败在激动手里吧 激动受伤 他的心疼程度 绝不赐于 林青之于林一蕾 说话也是再不留半分情面 原本因为退婚 而产生的一些 欠疚之意早在 激动受伤的那一刻 荡然无存 林家这种不要脸的 车轮占领陈思玄 极其鄙视 以目对以目 大家属性一样 谈不到什么相生相克 那就要看装备 魔兽 和自身的魔力修为了 太冲面下 林青冷冷地看着陈思玄 他似乎并不着急动手 也不在乎激动的魔力 能否恢复 看着他的眼神 陈思玄的心 渐渐有些沉了下去 因为他发现在 这位太冲面下的眼神之中 有着一种他熟悉的味道 那就是掌控一切的味道 这种眼神 在他还是烈焰的时候 经常会流露出来 不论怎么说 你和我那重孙 曾经有场婚约 又是东木帝国公主 我不想杀你 现在离开 我可以不向你报复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林青站在那里 他那冰冷的声音 却清晰地传入 在场每个人耳中 不用了 陈思玄甚至连想都没想 立刻就做出了回答 太冲面下 如果在公草面下 重创的时候 有人要杀他 并且让你离开 你会离开吗 激动是我的爱人 我刚才已经说过 想要杀他 先过我这一关 林青笑了 他那苍老的面庞上 挤出的笑容绝不美观 更是阴冷到了极点 周围的空气 似乎都随着他这流露出的笑容 而降低了许多温度 看着陈思玄的目光 也似乎变得柔和了 轻轻地道 好 那我成全你 话音一落 太冲面下林青动了 观战的众人 只是看到 一抹墨绿色的光芒 轻微地闪烁了一下 林青就已经到了陈思玄面前 没有任何花哨 他的右手 直接朝着陈思玄头顶上拍去 此时 陈思玄左手依旧抱着丝动 只有一只右手 能够用来反抗 林青的动作直接 简单 逊极 而且 在他这一掌拍出之后 在没有魔兽和魔域辅助之下 他的右手 竟然完全变成了墨绿色 那分明是千叶掌的效果 不需要魔力在体外叠加 就直接能够释放出千叶掌 这一刻 陈思玄证实了自己的判断 因为 在林青出手的时候 他也同时看到了 林青头顶上方的阴阳面 黑色的阴面上 九罐闪亮 四颗耀眼的完整星星 呈现在缅环之上 此时 这四颗星星的光芒 似乎还盖过了那九罐 四颗缅星 代表八级 九十八级 天哪 他竟然达到了九十八级的程度 不只是陈思玄震惊了 这边观战的所有人 哪怕是林家的人 也都惊待了 就算是林百川夫妻 也并不知道 这位祖母的实力如何 在他们的记忆中 最多也只是看到过 祖父林一磊出手 对于祖母 他们只是知道 祖母也是至尊强者 却从未看到过 他真正出手时的样子 此时林青是放出自己的阴阳面 众人才知道 他的修为 竟然达到了如此恐怖的程度 比起林一磊来 还要高上两级 九十八级和九十六级 看上去只有两级的差距 但是 这两级之间的差距 却是难以逾越的鸿沟啊 突破道至尊强者后 想要提升任何一级 都极为困难 同时 这九十八级也意味着 林青只差一步 就能迈入圣级强者的行列了 九十九级为圣 一百级为神 可见这最后的等级提升 是多么艰难 难怪之前林一磊有底气说 他们可以面对四位至尊强者 以林青的修为 他们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 谁能想到 在五大帝国的背后支柱中 最为强大的 竟然是平时出现罪手 最为低调的东募帝国两大至尊呢 陈小枫感觉自己的心脏 要承受不住这样的成绩了 人生的大起大落 莫过于如此 激动强大的实力 九十六级的林一磊出手 激动击败林一磊 再到九十八级的林青出手 这所有的一切 就像是不断将他的心抛到空中 再狠狠地摔在地上一样 九十八级 竟然是九十八级 早知道本国有位九十八级的至尊强者 东募帝国在大陆的地位 恐怕已经不是这样了 陈小枫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他已经不想去看这场战斗的结果了 不论怎么说 这一战结束之后 都对东募帝国 不会有任何好处 当然 在他心中 已经给激动判了死刑 至于自己的女儿 他也已经无力援救了 他怕看到女儿死在面前的情形 而林家如果杀了自己的女儿 就算还在帝国之中 又怎么可能再支持帝国 支持自己呢 反倒是站在陈小枫身边的天鹿亲王 脸上流露着几分阴冷的笑容 失去了两大至尊者的支持 皇兄必将地位不稳 第四百七十五章 创世陆和 而自己要做的 就是尽可能得到这两位 至尊强者的支持才是 他刚才很清楚地看到了 林青给林一磊喝的是什么 这种普通版的生命之源 他还有不少存货 都是当初冻僧妖那里抢过来的 用来讨好林一磊夫妻 不是正合适吗 每个人心中 都有自己不同的想法 而此时战场中的战斗 也已经全面展开了 当众人看到林青 高达九十八级的魔力修为时 皇后甚至惊呼一声 直接昏迷了过去 没有人会看好陈思玄 对于激动 他们在不了解的情况下 还可以期待奇迹 可陈思玄虽然是天才 是东木圣女 可是 这些人无不对他的修为很清楚 在魔力相差近三十级的情况下 又怎么可能有任何机会呢 而就在这时 他们却看到了陈思玄的英勉 七十八级的修为 赫然呈现在那一幕英勉之上 当初陈思玄离开皇宫的时候 不过是刚过六十级 短短两年 竟然已经修炼到了七十八级 不过 就算如此 他和面前的太冲勉下 也依旧有着二十级的差距 难道 真的还有第二场奇迹上演不成 面对太冲勉下 林青那极为直接 却如同泰山压顶的一掌 陈思玄动了 他首先做的 就是后退 脚步轻动 整个人如同一盆烟雾般向后退去 林青眼神微微移动 因为他惊讶地发现 在前一刻 还被自己锁定的陈思玄 此时竟然已经脱离了 自己锁定的范围 或者说是挣脱 林青的一掌 就这么拍在了空处 但是 他对魔力的控制能力 显然不是林一磊能够相比的了 手掌依旧是晶莹通透的茉绿色 脚尖在地面上轻轻一点 已经追着陈思玄飘了上来 右手再次拍出时 和先前已经有了变化 依旧是那晶莹通透的茉绿 但这一次 却不再是内遇于手掌之上 茉绿色的光芒透涨而出 在空气中快速变幻 胀大 竟然变成了 直径十米的巨大手掌魔力 更为可怕的是 这巨型魔力手掌 所散发出的魔力强度 竟然也随着他的体积增加而增加 千叶大手印 陈思玄口中低呼一声 目光变得更加慎重了 脚下依旧是脸部轻踏 快速地向后退去 可是 他的动作再快 也不如魔力在空气中飞行的速度快 何况还有那98级至尊强者 带来的强大威压 限制着他的速度 一声低沉的闷响 在空气中爆明 千叶大手印速度陡然增加 瞬间就来到了陈思玄 那如同烟云一般的身体面前 而就在这个时候 陈思玄却做出了一个奇异的应对 他的身体在原地漂浮而起 整个人与地面平行 双手如同穿花蝴蝶一般 在头顶上方不断变换着各种手势 一点点墨绿色的光芒 就那么在他头顶上方凝聚成形 而他自己的身体 也在手型变换的同时 急速旋转起来 看上去 就像是一个旋转着的脱落 钻向了千叶大手印 刺耳的摩擦声 在下一刻已经响起 陈思玄舞动的双手 已经与千叶大手印碰撞在了一起 诡异的是 千叶大手印竟然就那么被挡住了 而且 陈思玄的双手 似乎有着极其强力的穿透性 千叶大手印的掌心位置 竟然像是要被钻透了一般 嗯 眉头微皱 太冲勉下林青眼中寒光一闪 那拍出的千叶大手印 猛然合拢 朝着陈思玄身体攥去 一旦被他抓住 结果可想而知 可就在这时候 陈思玄的身上 却散发出一股奇异的魔力波动 淡淡的白光 浮现于永恒之铠表面 奇异的法阵 也同时出现在他身后 正是激动所擅长的童话法阵 只不过陈思玄用出的 乃是樱幕童话法阵 奇异的一幕出现了 当那千叶大手印 接触到陈思玄身上的白色光芒时 竟然被他那快速旋转的身体 快速消化着似的 硬撑在那里无法合拢 而就在下一刻 伴随着扑的一声轻响 陈思玄的身体 就已经突破了千叶大手印 从掌心的位置钻了出去 直奔太冲勉下灵青而去 怎么可能 这个想法 几乎在所有人脑海中闪过 是的 没有人认为这是可能发生的情况 谁能想到 陈思玄在98级至尊强者面前 竟然还能从容突破呢 受到震撼最大的 就要数灵青本人了 他能清楚地感觉到 陈思玄的魔力就是78级 还不如激动 而且 他也只有一种属性 和自己的修为相差 简直不可以道理计 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面对那连自己丈夫 硬接都要吃亏的千叶大手印 他竟然接了下来 还从自己的千叶大手印之中 突破而出 灵青实在想不通 他是怎么做到的 灵青当然不知道 现在的陈思玄 早已不是以前的陈思玄 烈焰那千万年的经验 或许不能全部说是实战经验 但却绝对可以说是 对魔力掌控的经验 在弟弟世界生存了那么久 闲来无事的时候 他干什么 他只能去修炼 去感受魔力元素的变化 尽管那时候 他是火系魔师 而现在的他 已经是木系魔师 但五行魔力 殊途同归 自然有相通之处 进入这个身体 也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 经过对木系魔力的熟悉 陈思玄现在的实战能力 对魔力的掌控能力 甚至连激动都无法相比 他可不是简单的木系魔师啊 白色的光芒 毫无疑问是混沌之力 在他吸收天干圣徒以目精勉的时候 就已经凭借自己的经验领悟了 两年来 除了去追求激动以外 他一直都在苦修 就是为了在必要的时候 能够帮得上激动 而激动在认识他以后 他也从未真正的战斗过 所以 就算是激动也不知道 在天干圣徒之中 如果要找一个能够和他 以及福瑞抗衡的人 就要是陈思玄了 阿金还在觉醒他的龙族血脉 或许 他只有龙族血脉觉醒之后 才能进入这天干圣徒 最强力的圈子 当然 就算是那样 他在魔力元素的感悟上 也依旧比不上烈焰 毕竟 烈焰曾经是神 并且经历过从最简单的元素 进化到神的整个过程 这份经验 实在是太宝贵了 陈思玄之所以能够突破千叶大手印 他做的一切 其实并不困难 凭借着对魔力的感悟 第一时间找到了千叶大手印中 最为薄弱的地方 并且利用童话法阵和混沌之墓 再利用双方属性相同的特性 将自己同化进了千叶大手印之中 对于普通模式来说 这与自杀没什么区别 虽然是同样的属性 但只要魔力波动略有不同 立刻就会被轰杀成渣子 但陈思玄或者说是烈焰 根本不需要担心这方面 他的灵魂 此时正和激动的灵魂交融着 虽然在实战之中 激动不能帮他 但却可以帮助他 将灵魂之力提升到圣级的层面 还要超过了对手 对于千叶大手印中的魔力波动 陈思玄自然能够轻易掌握 再加上他自身对元素的理解 竟然就那么融入进去 在突破而出 整个过程 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和那千叶大手印硬拼 甚至还凭借着童话法阵 吸收了一部分千叶大手印中的魔力 将自身魔力提升到了巅峰的程度 陈思玄穿越过千叶大手印 身体却在空中停滞了下来 一双碧绿的翅膀从背后展开 令他拥有了飞行的能力 毫无疑问 这是来自于永恒之铠的 借助铠甲的力量 陈思玄漂浮在半空中的身体 快速排除几十掌 一片片碧绿色的光彩 在他身前飘荡而起 尤其是在那碧绿色之中 还夹杂着白色 这些魔力在空中飘荡着席卷而起 然后再快速地凝聚在一起 汇聚成形 正好是一朵白中带青的花朵 以木系图腾 星号星号星号 星号星号星号 在天干神兽中 算是比较奇葩的一个 就像之前的地狱魔术一样 属于植物系魔兽 而此时陈思玄凭借着 自身魔力的奇异控制 加上混沌织木的气息 竟然将星号星号星号 完美地模仿了出来 这朵星号星号星号 刚一出现 空气中的所有木属性元素 顿时如同海纳百川一般 朝着它汇聚而去 就连刚刚破碎的千叶大手印中的魔力 还有太冲面下 林青身上的极致以木魔力 也不例外 这一次 林青是真的震惊了 因为 此时陈思玄所做的一切 是他也做不到的 陈思玄做的 已经不是召唤 星号星号星号 而是创造图腾 星号星号星号 混沌之木 林青也同样领悟的 否则他也不可能修炼到 98级这样的高度 但他自问 绝无如此能力 将星号星号星号 创造出来 而且 这创造体 本身对于木属性元素的召唤力 还要在天干神兽 星号星号星号 本体之上 他是怎么做到的 林青当然不可能明白 其实 由陈思玄召唤出的这朵 星号星号星号 其实已经不能完全说是 星号星号星号 烈焰的本体是地心红莲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可以算是植物 当然 它是绝不能被归纳于 魔兽这个种类之中的 而此时 它所使用的能力 就是按照自己本命 红莲的组成 以混沌之木 附带极致以木魔力 凝聚而成了一朵混沌之花 表面看上去 这是 星号星号星号 可实际上 这种凝聚的方法 就连圣级强者 都未必能够做到 其中的技巧 是属于神级那个层面的 这就是曾经为神 留给她的经验所在 正在修炼之中的激动 仿佛感受到了什么 但她终究没有睁开眼睛 继续着她的修炼 灵清在短暂的惊讶之后 立刻反应过来 你想要毁灭了这里吗 这根本不是 你能控制的力量 陈思玄淡然一笑 不是我想毁灭这里 是太冲勉下 想要毁灭我们 不过 在这里 恐怕有着很多 您不舍得毁灭的东西 我这朵 星号星号星号 不知是否能令您满意呢 没错 在这朵奇异的 星号星号星号 被创造出来后 就已经不是 陈思玄所能控制的 她虽然有着 前世神级的经验 但毕竟已经没有了 神级的实力 创造出这朵 星号星号星号 这朵 星号星号星号 就开始无休止地 吸收着空气中的 木属性元素 就在他们说话之间 就已经强大到 陈思玄的魔力 也无法控制的程度了 甚至连太冲勉下 灵清在面对这朵创造型 星号星号星号的时候 也不能凭借 自己的力量去毁灭它 因为 它也是蚁木属性 换一个至尊强者 哪怕是最弱的 至尊强者 也可以在这朵 星号星号星号 刚刚出现的时候 将它毁灭 可唯独灵清不能 因为它也是蚁木属性 只要它输出 自己的蚁木魔力 立刻就会成为这朵 星号星号星号 的养分 只会帮助它成长 而无法阻止 一旦当这朵 星号星号星号 成长到一定程度 它甚至能够毁灭 甚至更为广大的范围 当那魔力变得 不稳定的时候 它就将成为 最恐怖的力量 可以说 这朵创造性 星号星号星号 是有可能成为 终极必杀技那样存在的 当然 皇宫中虽然有很多植物 可想要 吸收到终极必杀技 那个层次的魔力 也不是短时间内 能够做到的 请吧 太冲勉夏 我给这个积累技能 取名叫做创世 星号星号星号 当然 对于您来说 它就不是积累那么简单了 再做诸位 也只有您有化解它的力量 陈思璇微微一笑 向林青做出一个请的手势 林青猛一咬牙 目光奇异地看了 陈思璇一眼 身形一闪 已经来到了那朵 星号星号星号 下方 双手抬起 淡淡的白光 从它双掌之中释放而出 也是混沌之木 而且 它所释放出的混沌之木魔力 还被这朵 星号星号星号 快速地吸收着 没有半分停留 林青已经拖着这朵 星号星号星号 腾身而起 直奔高空飞去 想要阻止这朵创世 星号星号星号 继续吸收 就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 令它脱离 拥有木属性元素的地方 木属性和土属性 并不是所有空气中都有的 譬如 高空之中 这两种属性 就极为稀少